Youtube网友大家好 后面的布景又稍微修了一下 小吕大哥 这个大哥当然不是指的我自己 我还不敢冒充大哥 我是小吕 这个大哥是这 是说我们中国要做大哥了 虽然最近有困难 但是我仍然相信 我们国家应该说可以做大哥的 待会的话我估计都把国际扯下来 因为我在那我发了一个小短文 他给我省了两个小时都没通过 我估计可能不太合规矩 这个咱们民间人是把国际放在边上 这行不行啊 那这就说到这个 做大哥现在有一个光要闯 咱们也说这个秋天了 就大哥就可以成型了 对吧 那美国的军事牌金融牌也都打出来了 那现在国内这个论的这个气氛 也美西方经过金融啊 这个舆论的这个宣传 也适当的到位了 这就说到咱们国内媒体 没一家能打 全部被打得鼻心脸肿 这个感觉上死状恐怖啊 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国内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这毫无疑问 但是这不影响啊 做大哥你必须的精力考验嘛 你没有考验的话 你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成功了 那么现在这波考验的话 一个是论的问题 还有最近这个疫情的问题 这两个事情相互叠加 我们这两个是这季的重点 这个论我们后面再说 这个疫情的问题 我们在一个多月前提过一下 疫情的问题 我们一个多月前就说了 应该是三个月左右就会有望解封 我当时特别乐观 但是后来一段时间 特别是国庆过了几天之后 因为马上就很多人就出去玩了之后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感觉上大家都不听话了 我现在看到最新的这个局面是什么呢 湖南省文旅发文 说能开尽开 他这个能开尽开还不是说 这个商业这个仅仅这一方向 我觉得是指的是思想上 就是这种局面的话 包括我们看这个富士康 这个外网可能当时他还消息还不多的时候 少数职制媒体在炒作的时候 国内其实就已经闹得非常重 就是郑州当时的情况 他抖音定位一下之后 就可以看到郑州市的这个情况 那很多人就在高速边上走 然后到30号昨天的时候 很多像河南其他的这个县城 因为到富士康打工的 主体部分还是河南省郑州以外的居民 那么就到那去接 以县的为单位 我看焦座市底下有个县 县委书记派人去接 这个接回来是大麻烦 以前的话是不会接的 就是这叫零币政策 你们最好别到就像垃圾厂一样的 你别把这些人弄到我这来 虽然说这个垃圾我也有份生产 这个人是我这出身的 但是你们那也有份 怎么就出问题就往我这甩呢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就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已经不是那么听了 所以我在网上也有看了一些点赞比较多的说法 这个很明显就没有办法控的那么好 控的那么住 就是刚开始疫情爆发了 大家比较听话 那个短文说到的 就是也有很多像张鸿文 张文宏张鸿文 这个医生出来说 这个怎么样戴口罩行洗手 这些大家都愿意做 但现在的局面是连庄家也没有 就是一片的就是他大意就是说 这个怎么都是国家层面 政府层面说应该管就应该管 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 我当时一个多月前说的时候 包括说一整年前 我说发钱的时候 其实我就结合了这个疫情来说的 因为咱们中国的话 对于中小企业跟家庭的补助 基本上就没有 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我们国内一二三线城市的中产阶级 底子是非常薄的 它不像美国的这种家庭 很多的虽然也有流动人口 但是他们城市化几十年了 爷爷辈就有汽车 咱们一二三线城市很多人的汽车 现在还是有贷款的 房子也是有贷款的 根基非常的弱 不像美欧这种贷款早就还完了 除非你移居其他的地方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很多都是六个钱包都有贷款的 你就算有结余几个家庭也差不多好干了 所以我说发现金的时候真的是为国家考虑 然后我说以供代证不合适 发现金还让我说 这个一供代证就不让我说了 我说不要一供代证 这个事情不让我说 我说了之后 我视频被被伤了 被几个平台的伤过几次 那 但现在的问题我觉得的话已经很严峻了 就我觉得几个路可以走 要么放开 就我前面我那晚我也做了节目的 抖音的审核能源很厉害 但他抓的很紧有些地方他会让你过的 但是这种大的问题不让你过 就我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要放开讨论一下 他让我过了几个小时 然后又帮我封住 一看他其实在尝试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让我过了5到8个小时时间呢 他想看一下这个舆论环境 就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大家一下子 哦涌过来 我们都要放开 我们都要求 其实没有声音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在这里 大家已经习惯了 没有声音 没有反看了 我那视频当然也就没有很火 他一看你没有很火 我猜测啊 我猜测没有很火 可能就把这个视频给吓了 好我们继续说 现在的局面是有很多的家庭 很多人已经被封了三四次 肯定有人在上海跟郑州 跟武汉这很多老封的地方 包括深圳是有重叠的嘛 你这跑封那跑封 或者是你这一个地方郑州都封了好几回了 就是很多家庭的话 肯定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 所以我说的问题 你要么放开 你要么的话 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觉得能够管得住 那么就拜托就是基建不要搞 把钱发出来 或者说对工业品收个工业电价 5万亿度6万亿度是这是工业电费 一度加一毛钱 全国人民发钱 那这个样子也可以 或者是封了这个城市 发钱一人一天一百块 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操作比较难 那有的人到底他在还是不在 你挨下挨屋敲门 还是说怎么搞 这个难度比较大 但全国发钱也行 这种方向肯定是要有 就是 现在这种糟糕状态 其实已经超过说 比如我们发钱 肯定会造成通货膨胀 是吧 造成可能货币出现较为严重的紊乱 可能甚至比较有一点极端的情况 但好歹你可以拖半年一年 半年一年出问题再说 现在这种局面的话 我觉得不好拖下去 你知道吗 就美国你看他现在就每天在宣传这个论的问题 就是我一直觉得的话 美国这个策略 他的策略当然是因为他上一轮有一整轮的危机 他没有办法了 他能拖一天算一天 但是我们国内的话 之前确实这个无论是疫情啊 包括经济 因为我们这个外贸啊 还是可以输送给很多国家 这几个方面表现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压力不够 你知道吗 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一片太平压力不够 压力不够导致很多官员 他又觉得没什么事情 哎没什么事情那那就这样混下去呗 问题是你现在怎么混下去了 现在混不下去了 老百姓那些都里没钱 没钱你现在的这个还没办法出门 你混不下去 然后美国这边再加快做宣传 啊 那我们就聊一下这个论这个方面 然后再说回疫情 那论这外面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算起来应该是大陆网友这个发明的 其实海外的舆论只能作为补充 呃像陈可兴他们出去我相信未来也只能拍一些鬼片的那种 呃 咱们也可以说是不露流 啊 为什么呢 科幻片这一类的 比如说爱情片这一类的 是吧 这这大类的主体部分呢 大陆都是可以拍的 啊 当你要拍政治片 甚至政治政治题材的 其实全世界都是禁忌 美国你说你能天天拍刺杀肯尼迪吗 啊 当然也会有啊 偶尔拍一下也是有一些的 而且拿捏的很那个啥 很政治正确 那中国大陆的话 其实这些内陆都可以拍 那外网的话应该也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论这个词 它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 呃 美西方从这个地方拉 拉开了一条大口子 那现在炒作了之后 国内的媒体没有防击的能力 没有防击能力 现在跟疫情这个呃 情况呃 搅和在一起 那特别是郑州这种 大家在大街上这种跑的这种 呃 局面啊 这种就让大家想到就更 更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呃 要想根治这一切的这个问题啊 呃 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我就先从另一个角度说 呃 这个咱们往哪论 就是我觉得的话呃 中国应该是在最近这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要管一管管的这个点位在哪里呢 就是你们不能这个时候跑跑出去之后 还带了大量的钱 因为这个最暗要做大哥之前 最暗黑的时刻 如果这个时候你跑了表明什么 表明你放弃这个国家 越是这个时候跑的人越带有很重的 这种反抗的情绪 那么你出去一定会什么朝祖国吐口水 你带走钱这还只是一方面 啊 更关键是你带走更多的钱 带走你钱带的越多 这样子你全部财富的比例越高 那么你吐口水吐的就越深 那么你回来的话 最后就会造成给这个民族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但其实从长远来讲 我们说这个 我之前我还提过人才马歇尔计划 我们中国人太内卷了 你应该出去 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要想办法疏解它 好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节目也没什么流量 咱们说呀 有一些朋友这个很多人都希望我聊一下 就是首先欧洲肯定不适合走 欧洲无论是东欧俄罗斯波兰 这些咱们就不说 乌克兰的话 这个都在往外跑 那西欧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 西北欧的这个生活方式 正在一个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脆断 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德法现在都对美国蛮有意见 那么这个局面走下去之后 我想能够走的就五眼联盟这几个国家 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 新西兰这些 其他的就是发展这种国家 这里说起来 我们不从英美的角度讲 有很多人他确实是有移民需求的 比如我自己如果说在海外待一个半个月到一个月 我最长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一般都会尽量待到半个月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你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 很多人应该看过是这本书还是有这种说法 那你待两个星期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生物中跟国内它已经断开了 然后跟亲戚的关系 包括跟爸妈的关系 感觉会离得很远 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天啊海角的感觉 然后你继续待下去 你会发现你对这个食物 对很多东西都有亲近感 我想那些在外面待了一年两年的人 除非他特别恐惧 像我这种喜欢漂泊流浪的人 我特别适应 我适应能力特别强 所以我适应了到那种感觉之后 我想如果我干一两年的话 我可能我就回大陆我就不舒适了 这种不舒适会加重 如果像我对政治也是很敏感的一个人 那么我就会对很多东西放大 这个我们说这个是除开政治来说 从生活感情上来说都会这个样子 所以不要说所有想要走的人 他其实想要走的人很多之前就有这样 因为这里多数都是不是那么有钱的 不是说都可以做投资移民的 都是很多人都是什么 有一季之长 然后长期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 留学过的人 这些人其实很多的也都是普通家庭 所以我们也要办他们说 其实这也是正常的需求 你在环境有变动的时候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的话 如果说只是不是投资移民 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特别是什么 去走向发展中国家 这个跟中国有较多联系的 像非洲这些 这带的钱又不多了 这其实都是应该鼓励的 我甚至觉得 但是如果说五眼联盟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但是我先说 就是首先美国 这个应该是管得最严的 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美国并不是很适合去 这里我说一些我的看法跟建议 我觉得澳大利亚是最适合的 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时候 可能澳大利亚会变成一个小号的美国 这个问题的话 抖音也不让我说 这个我说 其他的平台都没有问题 抖音其实他 才是真正在意识形态上面 在这个问题上面 他抠的很准 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 因为我说的 移民澳大利亚的话 可以虚弱美国的地位 其实这个也是 现在国内 这个变成已经很风声鹤唳的 这么一个状况 澳大利亚的话 我觉得从资源禀赋 跟现在中美对立情绪上面来讲 以及澳大利亚 现在往中国这边稍稍转了一点 以及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 种种方面来看 未来来讲 整体舒适度还是会最高的 那最合适的 现在我觉得最不太适合的 就是美国跟英国 特别是英国 英国我个人觉得的话 大陆过去的 可能跟香港过去的 跟台湾过去的 可能到时候还得闹 我这一组体部分说 我们大陆过去的 就是很多地方很难办 而且英国的话 我觉得更加不看好 他可能像最近 俄罗斯跟英国在吵这个事情 俄罗斯现在指责 这北溪一号二号 就是英国的皇家海军干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俄罗斯可能遇到战场上 任何是这种挫败 可能搞美国 可能远了一点 就搞英国 把欧洲震慑住 这个可能是首要的任务 因为你报仇 你想要为自己死掉的士兵 或者是这种战略的牺牲 像后院可能都找火了 这么一种现实 你找德法 好像没找对 没找对人 对吧 找美国很远 而且美国实力也更强 打打英国 说英国不合适的 无论是经济很多角度来说 我觉得美国的话 就是有一种人适合 就是国内纠纷很多 麻烦比较多的 你能一落地美国 八成的麻烦都给你一刀两端 九成的麻烦 就下周回国 贾跃停 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 包括像郭文贵 这些找老一批的 我们看到 基本上面就相当于是找保护伞的 这种味道 这种意思 特别是国内有很多 觉得自己受迫害 有恩怨的 这些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大 但这种人的话 跟我们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 毕竟没有那么多恩怨 没有 你不会跟党 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 偶尔有一些东西 看不惯 有那么一点点意思 所以你跟他们 搅和在一起 很麻烦 而且还有美国现在 如果万一 这个族群出现问题的话 那搞不好拿华裔开刀 这个是有可能的 看过去几年这个形势来说 确实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的话 美国其实并不合适 应该是排在英国之后 第二不合适 然后剩下加拿大跟新西兰差不多 我觉得新西兰太偏了 那个位置 新西兰太偏了 然后加拿大的话 我觉得的话 跟美国差不多 差不多太多 可以作为一个美国比较折中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可以勉强 放在澳洲之后 最好的之后 其他的很多国家 我觉得出去意义并不是很大 你随时都可以出去 比如说非洲这些七七八八 因为很多人他想去这五眼联盟 他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是无非 就是你要抛弃国家 抛弃祖国 你要抛弃祖国的话 你这个时候去泰国 你放不着 过段时间 明年又不是说不能去 对不对 去越南什么地方 非洲哪都能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出走 现在的这个信息化社会 搞不好party可能会记着 因为确实有一点精致利己主义 就像杨正宁以前走的时候 是中国最穷的时候 那帮美国做了贡献之后 最后回国来享受好生活 清华大学养着 房子分配着 各种福利待遇都来了 那这个跑来跑去的 那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跟随民意 那民意肯定是不希望这个 这样子在好生活的时候 这个两边脚踩两只船 对吧 那么出去了之后 可能呢 回来以后会是一个大问题 就算这个护照 绿卡这些方向 可能会有一个调整 但是现在最近这一波出去了 可能会被打三烙印 这个现在出去的朋友 也要小心 那出去了那么可能就 以后就不是一类人了 这些的话厉害分清楚 这个天要下雨年要加人 自己有时候啊 想法一旦产生 你自己控制不住 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觉得他是错的 或者说觉得他没什么意义 但是他是一种惯性 一种生活期望 你就会一定会去做 但是多过几遍脑子 然后最后我们说 这个做大哥 现在还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我想Mr.齐 这二十大开完之后 这第一个大麻烦 或者说前面两个大麻烦 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论 一个疫情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的话 现在是到冒险的时候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中国长久以来是战略冷耐 外交部就只会谴责 那现在会骂人了之后 这个海外就说是战狼 这个这种转变没办法 肯定是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 但战术上冷朗是冷朗 战略上有进攻啊 有一带一路 像这个亚望铁路 在雅加达道这个望龙这边要开 明年应该就通车了 那战术上面的这种软呢 我想这个应该也彻底要结束了 就这个我想马上来的这个新时代 大家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这个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这个可能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战狼 跟以前只会骂别人一样 还不是骂 以前只会这个谴责一样 现在的话战略战术上面 你在面对像疫情这种问题 论这种问题 它是需要即刻建成效的 你到底从本质上来讲是空还是不空 其实现在数量上面已经放松极大 以前都是7加7加7 21天之类 或者是7加7是这种 现在都是3加7 甚至从海外回来也是这样子 没有以前那么严了 但是质上还是空的蛮严 还有就是 我们的经济政策 要不要对美国也有进攻性 这些方面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移民的问题 这些 这是从细微微观的层面上面 跟过去要有一个玻璃 这些事情处理起来是难度是极大的 而且没有说我可以拖一拖 有用时间换空间 用空间换时间 没有得换来换去 就未来这段时间 就是在做的时候就会很暗黑 就会觉得显得大家都找不找备 大家都没有办法 但是这话说回来 这个事情很多问题是拖的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疫情 其实应该放开讨论一下 对不对 他也没放开讨论 那除了这两块大问题 还有就是资产价格 现在美元加息之后 我有一个短片说了一下 没有说完 就是其实现在真正最大的风险 是欧元跟日元不断的加息 美元收割盟友已经割完了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人民币相对于日元跟欧元 还是高股很多的 虽然说欧洲现在局面不好 不利于移民 否则很多人更快 把北京上海的房子 卖在移民去那边了 那日本呢 我们说日本现在的资产 对人民币来说 还是便宜很多的 但是日本现在完全是跟着美国走 日本的这个国家 它的移民的话 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我们想象 如果日元从现在150 如果再跌一点 跌到200 或者说就现在是150 然后北京上海房价 在下跌的时候 有一些人是不是说 比如说日籍的 比如说台湾 台湾在大陆的朋友们 那么这些 可能就会想要移民去日本 便宜好便宜的 那你当然可以去考虑去买一些 所以这些资产 这个比较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也是未来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那这些呢 你要处理起来 现在都是很痛苦的 都是很痛苦的 但是你要真正走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做大哥了 就是该走的 不满意的也都走 有办法的 出去想到事情的 也该走的也得走 所以未来的这个舆论环境 可能会更加复杂 说到这里说到 最后呢 我们说要做新的大哥 跟欧美斗啊 这个要有新的路子 就是跟中小国家 开放程度 肯定要更高 所以我想 如果疫情放开啊 这些之后 去这些国家 应该会很简单 这要跟中国关系 会不错的 这个能够保障人身安全的 能够开展项目的 能够做一带一路的 可能这个合作程度 会非常的高 因为中国能够快速 帮他们提高这个生活水平 这个我觉得应该 往这个方向上去做 要不然的话 你做美国大哥嘛 这不现实 肯定是两个大哥 这个中美这个 对抗的这个局面啊 然后国内的话 疫情肯定还是要想办法 这个更多的放开啊 我觉得退一万步讲的话 没有办法全面放开 也要这个消费 要想办法提振 这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了 我们说房子的账面财富 是一种财富 吃喝用度 这个也是一种财富 这个更实际 这个不能下降太多 这个下降太多 就问题就严重了 那就搞得像逃难一样 对吧 那没必要 这个中国底子这么厚 我不能搞到那一步去 对吧 然后我觉得的话 这应该是趋势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应该是会 会有调整 可以发发钱 如果非要管控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子 对吧 这都是方向 然后阶层问题 肯定也要一些调整 那肯定会有较多的阵痛 我觉得反正现在 确实 其实我现在感受到的是 富人 有条件 有能力的人 现在是真正 他是比较着急的 没有办法躺平了 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不能说特别有意思 就是特别变动的地方 我们看现在是谁比较着急 都是有钱人比较着急 那穷的人过去这两上年该着急 着急完了 现在发现你动也动不了 就西北欧的人着急 北美美国这边方向 他也比较着急 其实澳大利亚这些方向 可能稍微强一点 前几年政策有点不好 有些行业受冲击比较大 但也慢慢会回暖 但我们国内的话 我觉得现在就是公务员 工作收入比较稳定 少数行业还是特别稳 然后就是资产比较多的 这个资讯比较多的 方向比较多的 很多人就是方向翻了 就特别着急 这个承受不了这个资产的下跌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疫情爆发前 在广州遇到一位朋友 见过两面一次两次 他提到 他说他可能入党了 也有可能 但他就说如果我资产跌一半的话 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说他受益的 他说他刚被罚没了是8万块钱 不知道是8万美元还是8万人民币 反正是被罚了 他到郑州的那去说申请解冻 这样子 我说那如果你在惠州跟深圳 那两套房子 他说有两套 如果跌了一半 或者说被没收了一套 你能接受吗 他说你能接受 他说我本来我就受益很大 我本来我这个虽然是老广 也不是本广州的 原来条件也不是说特别差 但是我这个受益时代还是大 我说那你这个心态真平和 他说是啊 他说你看我背一个包 我也不会用太多 然后比较平和 他说我这个 否则也没办法 就是会努力 他说我会去努力争取很多东西 然后就会比较随意 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蛮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这个短片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